又有中国的偷渡客 今天凌晨6点多 一名中国籍的王庆男子搭着小艇 出现在新北市领口后坑溪的出海口 海巡发现他的时候 他距离岸边只有100公尺 而且身体有脱水的状况 男子宣称是因为欠债才来台湾 想要重新生活 只是领口跟宁波这两地相距 至少270海里 但他在小艇上只发现 四个20公升的空油桶 研判只能航行大约200海里 根本到不了台湾 偷渡动机起人一动 经过整天训问 晚间男子被移送地检署复训了 我希望能遣返到第三个国家 一下车就大喊诉求 中国籍王兴偷渡客 经过一整天训问 遭移送新北地检复训 我有言论自由啊 为什么不让我说呢 高调要求别遣返中国 宣称欠债才会冒险 乘着橡皮艇要来台重新生活 14号一大清早就被发现 出没在新北市领口 后坑西出海口附近 消防与海巡人员 全副武装下海 连推带拉 终于把小艇给带上岸 指使王兴男子 却以体力透支 还无法自行行走 原来这名中国籍的 王兴偷渡客 疑似从中国浙江宁波市出发 一路乘着小型橡皮艇 划向台湾 新北领口沿岸 靠岸前 体力不支 消防先接获男子的求助电话 海巡抵达现场时 王兴男子距离岸边 只剩下100公尺 身穿鱼衣库和救生衣 有严重脱水和晒伤情形 一上岸就像海巡人员 韩可 只好先将人送医治疗 但其中却还有许多疑点 有待领清 摊开地图来看 新北市领口和宁波市 相距约500公里 相当于至少270海地 当时王兴男子却只靠着一艘 3.6公尺长 搭配弦外机动力的小艇 以及船上4桶油 就冒险偷渡 实在不寻常 尤其根据预传业者的经验 一桶油大约只能航行50海地 两滴距离根本到不了 若在考虑还没浪框 只靠小艇从宁波偷渡来台 根本天放夜谭 男子商案企业还能打电话 向我方报案求救 也宛如事先安排好一班 中国籍偷渡客 直闯领口沿岸 疑点重重 还需和国安单位 都得尽快厘清检讨 解采运头的刘春伟 新北报道